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但是成就十种殊胜的功德法 如果能够回向无上菩提 这段经文我们在上来 总共十个小段里面 每一段都是以这个为戒日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总结了 什么叫做欧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句话是凡语 古时候翻经 在体力里面有五种不翻 这一句是可以翻的 在五不翻里面属于尊重不翻 也就是舍佛 舍佛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最后习求达到的 得到的是些什么 就是这一句 这一句的意思 翻成华文是无上正等证据 二翻作五 六度罗翻作上 印度称三中国阵地死 苗是等 正菩提是确 为了尊重 保持英语 那么在这一句里面 它有三个层次 就是正确 正等正确 无上正等正确 这是学佛人所需求的 如果得到正觉了 在佛法里面 就称之为正阿罗汉国了 小臣阿罗汉 披之佛 都是得到正确 佛给我们说 世间人天 也有很聪明的人 他对于宇宙人生 有相当的觉悟 但是不成正 这个正字招牌 很难取得 那么佛家讲 正的标准是什么 必须使 我直破了 才叫做正 要用金刚经的话来讲 大家这个概念就很清楚 这才称之为正确 那么世间天然 很聪明 我们知道现在许多科学家 哲学家 宗教家 他还有我 还有我指 还有法指 那么这个 虽然成觉 不能成为正确 一定要到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才叫正确 四相虽然破了 并没有彻底破金 这个四相 是有差等的 比如说 我相 百分之百的破了 没有了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还有 还没有破金 为什么呢 我相 是属于我直 就是执着 执着没有了 这个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是属于分别 是属于妄想 所以这个没有断金 因此 佛家觉悟分三个阶段 分别断金了 妄想还没有进 这个阶层里头 叫做正等正确 等 等于福 主要晓得 等于福 他不设福 只是等于而已 必须这个 分别执着 分别妄想 都断了 这个时候才叫做 无上正等正确 所以 无上正等正确 只有一位 原教里头 圆满的福 等教菩萨以下 都属于正等正确 但是主要知道 正等正确 最低的位置 是原教 粗诸菩萨 那么由此可知 四圣法界里面 同而言之 都是属于正确 虽然 他们的层次 也有高下不同 阿罗汉 辟志佛 菩萨 佛 这个佛 就是天台家所讲的 藏教佛 通教佛 都是属于正确 不能称为正等正确 那么在天台大师 六属佛 叛教的 他们是相似 祭 就是四圣法界里面 是相似 祭 离开了 那是法界 这到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这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这个时候是分正即复 才称之为正等正确 所以诸位必须要 有很清楚的概念 正等正确 是称法身菩萨 没有正的 法身的 不在这个里面 这个是天台家讲的 分正即复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我们学服 目标在此地 不是求别的 是求对于宇宙人生 究竟彻底 圆满的觉悟 那就叫做 无上正等正确 怎么求得呢 你看看此地 断一切窝 修一切善 佛将一切善窝 归哪位十条 社善窝 反面就是舍窝 利舍窝 就是社善 由此可知 善窝 体是一个 是一个体性 只是迷雾不同而已 六道里面 迷的人多 觉悟的人少 尤其是现代的社会 不但迷的人多 而且迷得非常严重 对于圣教 对于善严 不能接纳 这在佛法里面说 业障习气 太重要啊 虽然天天在修学 都没有办法入境界 这个境界呢 我们通常讲的 佛门呢 没有办法入佛门呢 我们今天都在佛门之外啊 没有进去啊 什么人进去呢 小臣粗苦 大臣原教粗性位的菩萨 这就好像念书一样啊 实性是小学啊 粗性位是一年级啊 你已经上了一年级了 一年级的条件是什么呢 三级八十八平见乎断境 这个时候 正得小臣粗苦味 如果是圆教菩萨呢 这是实性里头 粗性位的菩萨 粗性位菩萨 跟这个小臣粗苦 断烦恼的功夫相同 但是智慧不一样 小臣粗苦虚拓环 要跟原粗注粗性位的菩萨比 智慧就差很大很大 华言远教啊 人家显示的智慧是圆满的 圆融无碍啊 粗性位的菩萨 都如是了 何况高位的菩萨 所以粗注菩萨就明行见性了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佛在论言会上所说的 烦恼杖与俗智杖啊 这两种杖 一切众生的并不相同 原教粗性位的菩萨 这两种杖都不 所以他能证得大臣粗性 小臣虚拓环 烦恼杖轻 俗智杖重 所以他能够断 八十八平建国 因为俗智杖重啊 他智慧不开 佛说的这个大臣精教啊 他不能够理解 原因在此地 我们在论言会上看到 非常明显 阿南尊者 他说真的是小臣粗果 他的智慧很高 佛说论言经 你看说到第三句 他就出来赞佛了 他懂了 佛罗那尊者是四国阿罗汉 佛那尊者听不懂啊 所以起来向佛请教啊 他出国 他怎么懂呢 我四国罗汉怎么没懂 佛才给他说明啊 阿南是烦恼杖重 所以指正这个出国 俗智杖清 所以大臣这个金法 他能够明了 他能够接受 而佛罗那尊者 跟阿南恰恰相反 他是烦恼杖清 所以正得四国罗汉 三戒八十一平 似乎太短 大臣经教 他听不懂啊 俗智杖重啊 在大臣教学里面 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 常常教人看破放下 我们能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烦恼杖啊 看破的是破锁智杖啊 这两种功夫啊 不间断的互相去用 看破 看破 帮助放下 放下 帮助看破 一定要正干 而且 在我们这个境界里面 一定要先从放下 下手 放下一切 妄想分别之主 佛教给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臣服 花言 语言举恶 佛是这么说的 无量寿经 一切 借臣服 大臣经上 我们常常看到 凡有佛性 借当作福 我们要用 什么样的心态 出世待人 借物呢 一定要像 善财童子 那个修学态度 善财童子心目当中 凡复只有我自己一个 我一个人是凡复 除我一个人之外 都是祝佛如来 顺境逆境 善人无人 全是祝佛如来 化身来度 所以他在菩提道上 一帆风顺 没有障碍 我们今天修行 你说障碍有多少 障碍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不善心 所变现出来的 这个大家 连这个十三夜道经 都应该懂 前面讲的 一切发从心相声 我们的心不善 看这个人 看得顺眼 起贪爱 看不顺眼 起沉愧 这是不善的心 我们的心 不真诚 不清净 不平等 所以造成 菩提道上 无量无边的障碍 这个障碍 怎么突破呢 上岸才给我们 做了最好的榜样 你看他真的是 一帆风顺 遇到文殊菩萨 在文殊菩萨 成就了根本质 然后 老师叫他出去参许 参访五十三位 善知识 他成了 究竟圆满的佛国 他没参访 一位善知识 他的境界提升一层 吉祥云比丘 代表原教 初驻菩萨 发心驻 他参访初驻菩萨 他自己就到初驻 参访海云菩萨 他就升到二驻 参访庙 他就升到三驻 一直境界往上提升 没有一点挫折 什么原因 做学生的态度好 这个事情 应光发是在文朝里都说的很多 一份沉浸 得一份利 年份沉浸 得两份利 善才同志是居足 圆满的沉浸 所以他的圆满力 你看 祖师讲的多么简单 再跟诸位说 做起来也就这么简单 你不肯做就没法治了 为什么不肯做呢 我们自己无时介意来烦恼吸气太重 烦恼里面最大的烦恼 对修行人来说 共高我们 总觉得我比别人高一等 别人都不如 我慢高山 把自己菩提道上造成障碍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贪嗔迟慢 这才造成许许多多的障碍 你能把这个东西排除 决定没有自私自利 决定不沾明文立养 真正的离开了 贪嗔迟慢 那我们就跟这个 山才童子一样 对人对死对我 真诚恭敬 普贤行落实了 离经祝福 哪是祝福呢 一切众生是祝福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都是祝福 至成恭敬 没有一丝毫怠慢的态度 称赞如来 广秀共阳 灿处业障 对人来说